身為同志與此 異性戀們 當然就會被拱出來要做一些 因為他們好奇你的屁眼 他們就開始拱我做一些 十八正的事情 比如說 他們吹奏一些樂器 天堂也不會如此 對 那時候就覺得 就是活到這邊就夠了 然後我在上班 我就去買鞋子 然後他就站在旁邊 陪我聊天聊了一個晚上 有一次的經驗是這樣子 好像滿月供價吧 也沒有人 他是在聊天 聊各個都可以給我六折 對 他還在睡著 我沒有人 我又說 怎麼會被發現啊 你們是這個還是這個 歡迎收看Everyday234 今天又是請到了我的大學 兩位非常好的朋友 花花 嗨 編編 雖然不要看他們現在就長得 很像就是中年大叔的樣子 中年大嬸 中年大嬸 而且還是從那種秀場 你看就站大小 都粉亮 對啊 欸不要看他們這樣子 他們可是以前都吃得非常好 都是吃大天菜等級的呦 今天他要跟我們分享 憑什麼愁小孩也能吃到大天菜 因為我之前有被一個 我們北體的老師 他就說 欸 秉秉啊 你要不要去 名模的比賽 我們那個比賽有 出賽 副賽 決賽 副賽到決賽這段時間有一個 非常集中的一個 訓練 對對對 我就跟一些 男模們 對一些男模們 然後 密切的 聯繫 也就是說那是一個 都是實習男模的夏令營 你們必須住在一起 你們必須互相扶持 有住在一起喔 有住在一起 大概 就是粥 而且我跟妳講 這個值錢的地方在哪嘛 就是他們都是嫩模 所以那種嫩模就是 還有原本那種原始的味道 如果你是出道兩三年的那種模特 你就覺得 油腔滑掉啦 太會打扮啦 什麼的 反正是 剛開始那個 有點純粹的味道 陰毛都還不會修啦 有什麼 走那種 鼻子你修毛還會炸出來 蛤 這種很像 這種很像 而且你要想 那時候要去參加 男模選拔的人 通常體格都是蠻好的 沒錯 然後又年輕 沒錯 長得好看 體型又好 因為有一些也是體驗去比賽 然後又剛好我們是同一個學校 然後想說 那就互相認識一下 反正這個活動結束完之後 我們去了某一位的朋友家 然後一起大概 五六個人吧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 開始一些唱 身為同志 是 異性戀們 是 當然就會被拱出來要做一些 因為他會放棄你的屁言 他們就開始拱我做一些 十八鏡的事情 那比如說 幫他們吹奏器樂器 譬如說 欸 你知道 你的守天使技巧如何 你的靠婆怎麼樣 你知道 那個酒勁上來 然後再加上 我那時候常犯 他們就覺得 好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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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跟你講 我以後你一輩子在找一輩子 哈哈哈哈 找不到 我哪知道你多美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他們就開始姓志勃勃 然後 開始有一些多人的活動 啊 我那時候真的是 就是體驗到 天啊 然後那不是直男 然後我就是開始 你知道那些梗圖啊 哈哈哈哈 天堂也不會如此 對 對 我那時候就覺得 就是活到這邊就夠了 欸 真的很棒 但是後來那些男模的 是有順利出道的嗎 還是就是 都被你 一吃了以後受詛咒 哈哈哈哈 我覺得可能 受詛咒 有一些被受詛咒 啊 然後就 再也沒有網演一圈這樣跟女兒 沒錯 可是我跟你講 你這樣子是對的 你像你看那些小小模 那時候都二一二二的 可能今年 嗨 金蟲最活躍 哈哈哈哈哈哈 吃哦 吃 啊好羨慕哦 啊那浩浩呢 我我應該就是以前 大學的時候有曖昧過 一個對象 欸 也是同一個學校的 是同一個學校的 也是體驗 也是體驗 哎呦喂 然後他 他念體驗 他是啦啦隊的 然後他 當時他有男朋友 然後我就 我就不小心介入到 這這個兩人關係 我們變成三人關係 哦 這樣子啊 然後 明明聽過了 還在那邊教 然後反正 對我們就三人關係了 然後那時候也 各自都有發生關係 要同時嗎 沒有同時沒有同時 可惜 就是就 奠定了我現在這個 這個開放式關係的一個基礎 就是一個 多重伴侶的一個 嘗試這樣 不過那時候 有大概不到一個月 我們就解散了 他們繼續 處理他們的感情 然後我跟他們解釋 我現在講得太羞 因為我覺得 有點介入到這兩個人關係 然後有點幫他們處得不是很好 哦 所以他們兩個有點為了我吵架這樣 嗯 然後我就覺得 好的 好可憐 好可憐 為了我吵架 你在這邊過衣服 對啊 就是被他們 就是那個女的那個 男生在那邊 整理 那好吃嗎 當然好吃哦 如何 就又高又壯 然後就是啊 對那個 那個 發生 而且我以前沒有這樣磨 而且是小小隻的這樣 就會被他們 吼在懷疑 哦 就被他們指起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但是浩浩 吃得很好的 還不止這點 就是因為我跟浩浩 認識這麼多年 從高中啊 一路到大學啊 他就常常跟我說 他自己在跟誰 誰曖昧 對 然後那時候 我就一看他身邊的那些朋友 我想說你怎麼可能吃到這個 哈哈 那就是曖昧而已 你要分享那個成功高中的故事嗎 成功高中他 他是 好害羞喔 播出去他一定會知道我在講誰 哈哈哈哈 沒有他就是 就是一個曖昧的關係 我記得他 他蠻有心的 我的感覺是他想要追我 然後我那時候在 摩曼盾上班 我去大學的時候在打工 然後我在 然後那時候他讀成功高中 對 他是成功高中 他是成功的學生 對他是BBO 成功是我們班上的一個BBO 對 然後我在 我在上班 我就去買鞋子 然後他就站在旁邊 你跟我聊天聊了一個晚上 有一次的經驗這樣 早上你這樣做夠嗎 早上你這樣做夠嗎 下巴 也沒有 是在聊天 這樣聊 聊夠都可以給我六折 對 員工給他們六折嗎 不過他現在過得很好 我也做人家氣 嗯 那扁扁呢 你們大家看扁扁這樣 他真的是 吃到的那種人 我們下巴會掉 掉下來 真的耶 那 就是也顧及隱私 他不能說是誰 喔 對對對 對 那有一個關鍵字 關鍵字 關鍵字 男子團體 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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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家也住我家附近 然後我們也就是沒有地方 所以我們都會找附近公園廁所 好吃嗎 好吃喔 你Size好啊 我記得去XXX的時候 我在後台 他大方還走到 你的面前 休息室 然後大家一些舞者 就會這樣看 這個不是 誰是誰 怎麼還 然後他突然在我後面這樣 如果是誰啊 哎呦 啊 我還記得你 我還記得我 你還記得我 他不來環抱你這樣 真的真的可以播嗎 不捨為 你做到的不捨都知道在講誰嗎 對啊 這一次 欸 喔 原來我還在他心中有一個小地位 可是我每次會跟他說 那你什麼時候 當照片 就當你的舞者 對啊 對啊 每次問他說 嗯 要去問那個排位老師 我說 好啊 我跟你講 我跟扁扁表姐妹過太多次了 表姐妹到 對 你們每次都會說 我還要當表姐妹喔 有不同事 大學到後面的時候 他就說 我今天跟誰呢 好 你看一下照片 然後我就會看 然後我就說 我肯定要照片嗎 他說好啊 他就把零路放上去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今天好像那時候會喜歡你的 好像也可以跟我做啊 用我掌握手 哈哈哈哈 真的不只一個人說過 我們兩個很少 對 而且我們兩個中間一起吃過的同一個男人 太多了 太多了 那你不是要講那個嗎 Tee Daddy的故事 Tee Daddy 我那時候當Tee Daddy的時候 我們在南投附近沒什麼 對一片荒 對沒有什麼娛樂 對沒什麼娛樂 對 非常純樸 然後那時候我的隔壁辦公室 做了一位學長 我就想說哇 這學長好帥 真的很帥 對 然後因為那時候 我們每一天都要在一樓當那個職官的 是 其實那就是當媽子 職官 可是其實我們也是 就是在下面訂便當 然後我有一次去上廁所的過程 我就看到 這個學長在值班 我也是特別去找他訂便當 不然平常我不訂便當 我也是去找他訂便當 於是乎我就開始跟他聊幾天來 然後聊聊聊 才知道 他有女朋友的 那時候我是剛進去 然後他有一次晚上就特別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突然跟我聯繫 然後說有東西要送給我 然後他送了一面鏡子給我 照照鏡子 看照鏡子 照照鏡子 那就是突然 晚上我查 送鏡子是什麼含義 我就想說他可能對我有一點意思 然後我就開始加強了我的公式 然後有一次晚上 他就說 因為我去他的房間聊天 因為你知道 就是兩人一間嗎 所以他隔壁還有一個學長在睡覺 然後我們現在他床上很小聲地睡覺 但你知道那種感覺就是 要來了 等一下 要來了 啊 啊 啊 現在還在睡覺 沒有人 我就說 你怎麼會被發現嗎 啊 哈哈 你們是這個還是這個 啊 那時候我還有女情 啊 而且我記得他幣又大又粗 我那時候 又大又粗 但是我也 哈哈哈哈 不知道耶 我不知道 因為 如果乾年後 我就會看到他表白 哈哈哈哈 我們是先有幸 然後後面才有一些 感情 對對對 因為他比我早半年 對 所以 然後他一退伍 我就哭好慘 我哭 我哭到別人說 啊 不就是學長 你看有什麼好哭 然後大家都不知道 我是地下 地下情 沒有屌吃了 而且重點是 我覺得就是王思勇 可能就是到 死之前的走馬燈 會有這一幕什麼 他騎車在你 那個 那就是你想要的 那種戀愛的感覺 確實 在鄉間小如蝦 他載著你 然後去夜市啊 晃晃啊 很悠哉這樣子 然後牽著小手 有牽著小手嗎 嗯 他應該是不在外面牽手的人 嗯 可是我們去的地方 都是沒什麼人 哦 好啦 以上呢 這就是我們這些 求小鴨魚人 吃到天菜的故事 所以 螢幕前的你 不管你是長什麼樣子 你應該都沒他們難看吧 啊啊啊啊啊啊 所以 相信自己 你是可以吃到天菜的 那我們要在哪裡 才能找到你們呢 請上網搜尋 龍鳳四神堂 還有什麼呢 IG 你們在哪裡找到浩浩呢 IG 好 以上就是我們的故事囉 拜拜